它这些炒的特别嫩 各种甜 火候长得刚刚好 就是刚刚熟 晚上啊 咱们打点野 打点野生 这个排骨吧 这个兰德家的排骨吧 是我在一路车 干一路小文购的时候 从十几岁开始吃他家这个排骨 真是 这个味吧 多少年了一直也没变 八角味特别重 然后就是咸点 它这个排骨汤浇在它的米饭上 它松滑了这个米饭 你要是干吃这一碗大米饭的话吧 它还是平平无奇的 他家这个米饭吧 总是那种半弯状态 然后就着它这个半弯的排骨 也不烫嘴 特别下饭 你吃这个排骨吧 想当年了十几岁 干一路小文购的时候的很多的画面 历历在目 其实我不拍片也经常来 晚上很多朋友有时候在这能碰见我 前年给他拍了一期 只是说他的排骨 但今天要给你们介绍介绍他家的菜 爆炒辣鸡鸡 鸡鸡鸡28块钱 这个火一定是掌握的大 它这个鸡鸡吧 它发的好一招 这鸡鸡也新鲜 然后一个一个的弹得跟小面包似的 就是各种弹 就是刚刚熟 火候长得刚刚好 然后撒一宝辣椒面 不是辣的那种辣椒面 自然粒 花椒粒 弄几个青椒点缀点缀 这个大鸡鸡炒的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一般炒那个鸡鸡嘛 扁扁的皱皱的炒大的 你怕不说 它鸡鸡炒的特别嫩 一个饭馆的这一个菜吧 你可能整天来吃 你觉得好像很简单 配料你也看明白了 你为什么老是做不好做不过人家 他天天他就是抢着这些菜 尤其是这些经常必点的菜吧 他做了那么几十年吧 这一个菜可能就做了几千份上万份了 就这种菜吧 已经在他手里已经注入灵魂了 像这种小馆子吧 它有一个特点 它不开大店 它不开分店 永远吧 你吃到了所有的炒菜吧 都是他这一个老板 就他这个厨师 就他是一个人出自他手的菜 他这个地方没有第二个厨师 谁也炒不了就他能炒 这个味道啊 几十年如一热 坚持住了 22块钱一盘的家常炒腐煮 这是必弄的 一般吧 大约吃三分之一盘腐煮的时候吧 这个菜还是烫嘴的 这个菜吧 就我要说吧 是至高无上的下饭菜 这银这个店吧 银不是个酒馆 银是个饭馆 像那下酒馆什么老做花生 花生豆的那儿 已经不弄了 腊鸡腥炒腐煮和它的排骨 吃它这个兰德排骨家的三角 还希望当年那些看 咱们在一路小红共试惯的朋友 等着有机会啊 再上它这个兰德排骨 重续 重续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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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